欢迎收看这期的JJ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个房子呢是一套新房子 这套房子位于休斯顿最好的学区 Shergerland这个学区的一套新房子 建商是Meritage这个建商 Meritage这个建商主打的就是节能环保的 这个建筑材料还有他们非常先进的 隔温隔热的填充技术 然后呢Meritage这个建商它非常的大 是个全美非常大的建商 它是个全美性质的建商 是一个国际性质的建商 然后这个建商的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新房 不仅仅是说这个建商好 这个建商很多的节能环保材料领先于世界 也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房子它的位置 它的位置位于一个树林的前面 所以它后面后院这一片都是树林 我们现在可以出去看一下这个大树林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我们现在我站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一个早餐厅 然后后面就是一排树 待会儿的开放视频当中我会非常着重的跟大家看一下 这个房子的头像也很好 玻璃窗又很多 所以看 就是站在一个树林里 因为后院就是这样子的 一排树林 然后树林呢 另外一面也是邻居家的房子 然后所以这个房子真的是太棒了 它后面这样的树林很秘境 然后也很漂亮 一种感觉就是 好美 就是绿色的那种在森林里生活的这种感觉 非常的棒 然后所以我们今天来介绍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的售价是有四万五千美金的报价 然后有四千四百多尺 五个四个卧室 楼下两个卧室楼上两个卧室 四个半只洗手间 所以它每一个房间都带着自己的洗手间 然后这个房子的房型也是很好的 包括它的样板间也非常的漂亮 而且这是一个样板间的房型 所以说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个房子 如果你对这个房子有兴趣的话 可以加微信联系我 然后这个房子现在是完全完成的 所以如果你买了的话 可以马上入住 现在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吧 我们今天来看的这套房子 是在Souston Riverstone这个小区 这个小区的小学 初中高中都是非常好的学校 可以说是最好的学区房 我们今天来看的这个房子 是Meritage这个建商的 就是这一套咯 这个房子有四千六千四百 不呸 这个房子有四千四百五十尺 四个卧室四个半洗手间 然后它最大的特点就是 一打开门 就可以看到那边 是一个树林 所以很美很美的 而且房间非常亮堂 一进门左手边就这样的旋转楼梯 很棒吧 然后呢 右手边 是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也蛮大的 而且它带着自己的洗手间 这样的一个卧室 每一个卧室都带洗手间 所以一楼有两个卧室 这是其中一个 淋浴间也很大 我们现在看一下 再往前走呢 就是它的大客厅 这个位置其实是早餐 就是主餐厅的位置 然后这边的这个房间 就是一个书房 这就是来到了客厅的位置 我们看多了这种高调厅 然后这个房间不是高调厅 这个大客厅不是高调的 但是它调的蛮高的 它是一个14个肺的一个高度 但它不是通天的那种高 但是很温馨 然后我们来到厨房的位置 这个厨房还是很大的 看到没有 这样的一个大厨房 这空隙是放冰箱的 放食物的格子间 还是一样的 抽油烟机上面是有腌道的 所以你可以换中式抽油烟机 大理石都是升级的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早餐厅的位置 在这个早餐厅做的吃饭 可是太爽了 因为你看 看到外面就是一片绿色 就像生活在森林里一样 很美吧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要去 我们一会儿再去院子看一下吧 现在先去主卧看一下 一楼两个卧室 一进门有一个卧室 然后里面有一个主卧 我们现在先进来主卧的位置咯 这一排大窗户 主卧很大 然后望出去 就是一片绿色 有没有很美 想象一下 您在这样的主卧 休息 然后呢 早上一起来 按一个电动的窗帘 在窗户上面 一打开窗帘 外面就是森林 好美的感觉 然后这一边 我们进来的这个位置 就是主卧的洗手间 非常大 非常大的洗手间 两个洗手台 马桶间 马桶间 非常大的淋浴间 就连厕所的窗户都很多 然后这边就是巨大的衣帽间 我从这边拍一下这个衣帽间有多大 很大的一个衣帽间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楼的感觉 我们现在去楼上看一下 我们要上楼梯的这边的位置 就是一个客位和洗衣房 这边就是客位 客人用的洗手间 然后再往里走 这是一个储藏室 你可以放一些杂物 然后这边就是放衣服的和鞋子的地方 开开门出去就是车库 这边是洗衣房 这个房子是有三个车库的 很方便 然后我们现在上楼看一下 好 一上来就是一个很大的open的一个活动间 这个地方可以放一些桌子 让孩子学习用 然后右手边就有一个房间 这楼上其中一个卧室 卧室的门口就有一个洗手间 然后我们再去另外一面看一下 这一面就是另外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更大 也是带着厕所的卧室 二楼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活动间 就是这个位置了 一个这么大的活动间 你可以在这打台球啊 看电影啊 都可以 更重要的是它外面还有一个阳台 这个阳台看上去很舒服 因为它是这样子的 一个大阳台 然后呢 因为外面是树林 所以在阳台上看 就是这种状态 邻居都有搬进来了 所以 你不用担心周边是荒的 院子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很美 很逆境 学区又好 离中国城很近 离Costco只有十分钟 非常好的位置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套房子了 如果您对这个房子感兴趣的话 可以随时加我微信 关注我的微博联系我 谢谢您的关注 我是Gigi 拜拜 今天这个 今天来看的这套房子呢 也是分一个比较好的形式 就是说 这个房子样板间有家具的感觉 和这个房子空房子 没有家具的感觉 咱们来做一个对比 然后呢 其实这个房子样板间所在的位置呢 并没有这个房子的现房 就是在售的这套房子的位置好 因为在售的这套房子 后面就是一片森林 所以它感觉特别的美 是有景观的 但是这个样板间所在的这个位置呢 是没有那个森林的 后面是一条马路 但是它这个位置就不如 我们在售的这套房子好 不过呢 样板间放了家具 所以它很温馨 就感觉这个房子很漂亮 可是我就是想说 让大家看一下空房子 虽然你的感觉很空旷 看不出个所以人来 只能看到房型 但是只要你摆上家具的房子 完全就是不一样了 就会想让门间这么漂亮 所以你也可以买一个 带森林的漂亮的房子 然后照着要门间这样的装饰 也可以把你的房子装饰的 跟豪宅一样的美 所以呢 今天我们就连对比一下 有这个家具的房子 和没有家具的房子 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然后如果你对这个房子 感兴趣的话就赶紧联系我吧 我真的好怕 这个带森林的房子 又马上卖掉了 我希望卖给我的客户 嗯就是这样 先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房子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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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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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